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点血是一门中国流传已旧 但是极少有人掌握的神工 而他在二十多年的练习中 现在已经能够轻而易举的找到人的死血 一直下去就能解除他人的性命 谢奇平说 他练习的点血术属于自门的一种 自门点血是江西流传最为悠久的一门功夫之一 而江西民间俗称的五百钱 狗角记等 其实都是对自门点血功夫的不同称呼 而这种民间的点血功夫很讲究下手的时称和手法 自门点血主要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 然后通过特定的手指的技巧来封住这个血道 因为血道是有微循环的 它们点血实际上就是阻断了经络的微循环 用特定的手法去刺激这个血位 改变它的微循环 微循环在某条脏腹里面 反映某个脏腹的经络上产生一种血栓塞 产生血栓栽后 它的营养液不能流过 导致这个脏腹就会徐徐生病 慢慢的对脏腹影响 为了验证自己说的是真是假 谢其平现场给一只火焚乱跳的小鸡点血 他只是轻轻的在小鸡的背上不经意的按了一下 小鸡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大约在一个小时后 原本跳来跳去的鸡开始变得很安静下来 两个小时后 小鸡开始吐气 呼吸困难 三个小时后 小鸡已经是奄奄一息 接着 谢其平又是对着小鸡背部轻轻一点 大约二十分钟后 原本奄奄一息的小鸡又火蹦乱跳了 这一只下去 谢其平不但把原本火蹦乱跳的鸡点到即将死亡 也可以通过解血手法 把濒临死亡的鸡给救活 这让大家开始相信他的点血神功 其实点血神功的传承是非常神秘的 谢其平接触到点血是因为他的爷爷会点血功夫 但是一直都没有传授给他 直到爷爷病重住院的时候 那时候年纪轻轻的谢其平一直陪在爷爷身边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 爷爷将自己的毕生所学的点血功夫都交给了谢其平 也就在那个时候 谢其平知道了 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辰 什么穴位 采用什么样的手法去点什么样的穴位 就可以把这个穴位点住 除此之外 谢其平认为 很多人之所以对点血深怀戒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于点血下手时让人防不胜防 不管是一直就断人生死的绝授 还是让人体脏气 徐徐生病的轻手法 谢其平都能够很轻易的对施术者下手 并且在下手的同时 让对方丝毫都感受不到异样 江西民间的点血也有大手和小手之分 大手讲究爆发力 民间置人于死地的狗角技 就是大手手法的一种 而用来点击的手法则是小手 小手很讲究隐秘性 施术者下手的时候 总是让人防不胜防 比如在和人握手的情况下 点血高手们只需要轻轻的用大拇指 搭在对方的虎口 或者用食指搭在对方脉门上 轻轻一按就能够完成点血 并且让对方丝毫都没有被点的感觉 同样让人防不胜防的 还有派肩问路的下手方法 点血高手照定下手目标以后 就会以向目标问路的形式 点中对方穴道 只需要把手轻轻的搭在对方肩上 就能够在对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完成点血 因此 一般练习点血的师傅们 都很排斥和陌生人握手 遇到同行要表达礼貌时 也仅仅是在封住自己虎口的同时 四肢轻轻相碰 除此之外民间流传的点烟戒火 也是点血高手们惯用的手法之一 施术者通过向被施术者戒火点烟 直接把手搭到了被施术者的虎口穴上 或者用食指轻轻触碰手腕上的其他穴位 从而封住对方的穴道 因此和人握手这种平常都不能再平常的事情 对于练习过点血功夫的武林高手们 确实需要有一个斗的把握 在点血行内也会存在一些巨星不良的人 比如有些品行不端的人 要求自己的土地悄悄的向人下手 然后再通过故弄玄虚的游说 让病人到师傅处解血 从而收取大额的治疗费用 并且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因为点血巨大的伤害性 以及下手时巧妙的隐蔽性 因此一般人都会对点血者敬而远之 谢其平告诉记者 一般他是不会随便传授点血记忆给他人 而如果想学习点血这一行的人 一定要是品行善良的人 师傅在选择一波传人的时候 也会花费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来考察弟子的品行 无逆不孝 卖艺求财 称霸其人 贪财如命等这几类人 师傅都是不会教授点血功夫的 点血功夫由于神秘隐蔽 常常被人奉为神功 但是谢其平告诉记者 其实比点血更难的是解血 因为点一个血道造成的伤害 往往需要按摩很多的血道来解 解血时 施数者首先要辨别出伤者 哪个血位被点打 哪条经络受阻 哪个脏腑受损 然后随着经络的逆扇方向 根据五星学说 相生相克的道理 对一些血位进行按摩救治 必要时 还需要增加药物治疗 使被点血者的经络重新通畅起来 从而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谢其平喜欢将人体全身的血道 看成是一个小水渠 这个血位封住了 就等于这个水渠里面 有泥沙堵住了一样 这时解血者就要把点血位 上面的血位先封住 他们行内叫做 血壁血开 民间叫反推拿 也叫做血寸手 把被点血位上部分的 血位封住后 再突然把它打开 从而冲开这个被点的血位 由于解血的难度很大 因此很多民间的点血师傅 其实只会点血 不会解血 而且在点血界流行的一句话是 点血是一日为师 解血就是前日为徒 正是这个意思 很多点血高人隐藏在民间 按照一些武林相传的传统 不少武林人士彼此 也会有不服对方的情况发生 谢其平以前就遇到过 很多要求和他鄙视的点血同行 他自称在一城时 曾经四处找人求战 受过不少严重的伤 最重的一次是在广东少关 因为不相信武侠小说 和电影里描述的丐帮的存在 他找到当地的一位丐帮高人 一番鄙视下来 结果被对方用手指硬生生的 把胸前的骨头提错位 当时涂了很多血 直到现在谢其平胸前的骨头 仍然要凸出来 就是因为这件事 当时年少气盛的谢其平 终于吸了四处挑战的心 专心的钻研练习武术 这才有了今天的点血成就 由于点血功夫隐秘 杀伤力强 因此在伤人之后 目前的法律很难进行追究 相关律师认为 在理论角度来讲 点血伤人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当场点血就造成了当事人的死亡 这就像当场用刀杀人一样 这就很容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正是因为民间点血者 一旦练到路火纯青的记忆后 能够一击而知人死地 并且下手的隐秘性 让对手防不胜防 很多被施术者常常揪起一生 都无法知道夺民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所以民间的点血高人 在择图的时候一贯都是慎之又慎 每位师傅在教授弟子点血记忆之前 都会很认真的仔细的 考察弟子的品行 即使是对于自己本家的嫡系弟子 在传承记忆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慎重 一般师傅在打算传授土地点血功夫的时候 总是又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品行先行 并且多方试探 同时在传授记忆的时候 师傅往往会找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或是自己编一些故事来试探土地 例如师傅常常会编个理由说 自己今天很不舒服 在外面被人欺负了 你现在学了这个点血功夫 你去点他一下 假如土地去了的话 师傅就肯定不会再教这个土地了 这就是师傅考虑弟子的心 狠不狠坏不坏的问题 师傅们最怕所选择传承点血功夫的土地 心狠手辣 因为一旦所选传人失误 点血功夫就会在民间泛滥成灾 可能对普通人造成巨大伤害 因此 民间师傅传授弟子一般都有这些原则 忤逆不孝 卖一求财 承霸欺人 担财如命的人都是不会教的 由于点血可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巨大 民间师傅寻找传人的慎重 以及对上层武学的保守传承 使得点血功夫的传承 越来越少 甚至面临失传的境地 为此 谢起平近些年来 一直在努力的向社会宣传和普及点血功夫的相关知识 并且开始思考 如何在治病救人的前提下 把中华的这门高深记忆发扬光大 然而 他的点血记忆被人曝光后 不少人给他打来电话 要求拜他为师学习点血 而其中 他接到的一些电话 让他心里很不安 因为好多人不是想要用到正道上 为此 现在谢起平打消了招收任何点血弟子的意愿 目前 他不招收任何学生 他告诉记者 如果真正要学点血的话 还是从最基本的锻炼身体 强身健体 去并延延这块去学习这种套路 去学习江西自门的套路 硬门的套路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